用過口罩重複使用 現在更有數據證實 這個方法也可以有效消滅細菌 關上鍋蓋按下按鈕 用電鍋乾針口罩消毒 現在做了實驗 證實有效 中山醫學大學醫化系教授做了實測 口罩放進電鍋 不加水乾針 溫度到達65度 3到4分鐘的時間 不但不影響口罩過濾 比75%酒精殺菌力更好 實驗數據證實 4分鐘過後 SARS病毒的活性 幾乎完全被抑制 武漢病毒也好 就是所謂的冠狀病毒 或是流感病都怕高溫 不過蒸口罩細節要注意 必須用完全乾燥的電鍋 時間不能過長 溫度不能過高 口罩要放在碗或內鍋上 不可以直接碰觸內壁 醫師也說噴太多酒精在口罩上 會暫時影響口罩防水力 不過放乾後就會恢復防水 自然也能再防菌 他那時候會滲水表示說 他碰到飛沫的時候可能容易滲進來 可是你不會再試試 碰完酒精以後馬上戴 你是等它乾燥以後 你才繼續戴的 那時候又不滲水了 在口罩有限情況下 學習更多口罩殺菌法 才能更有效運用防疫資源 記者盧依宏我好此采訪不到 好 好 好